凤林镇公所在去年所举办的国际软式网球赛 获得许多选手的好评 今年度再次举办青年杯软式网球赛 来自全国45所学校80几队的参加 镇长萧文龙表示 因为今年遇到疫情的关系 有些活动内容会有所缩减 也希望在明年每位选手都能够再度来到凤林镇参与国际赛事 来自全国46所学校80多队 超过500人所参加的青年杯软式网球赛 25号上午在凤林镇网球场举行开幕典礼 包括了花令县政府教育处处长李育仁 以及县议会叶坤井议员等民意代表各国中小学校长 也都到场参加 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凤林大区 本来可以风光也很热闹来办这一次的全国青年杯 但是大家知道新冠状近土的一起 我们也会说比较不复章 也有请很多港官跟社团来欢迎大家 我希望代表美凤林镇 明年大家都来参加好不好 各位选手好不好 欢迎你们明年来 那我们明年会更好的招待 在这里很感谢我们李育署 还有美花年县政府 潜力的支持 让给我们很多机会 花年县政府教育处处处长也表示 欢迎每一位选手来到凤林镇参加青年杯的比赛 由于比赛的成绩都将登陆在全中运的资格赛当中 他也预祝每位选手都能够在比赛中取得最佳的成绩 欢迎来自全国的各位的选手 那我们希望马士广球未来能够有固定的杯赛 都能够在花莲举办 也希望所有的选手每年都会固定在这个时间 都会来到花莲 那花莲所有的乡亲会用最大的热情来招待各位的选手 身要强夺 我们看到所有的运动选手在艳阳高照内 依然的精神得手 表示我们都有强健的身体 所以我们不怕新冠会员的来袭 所以在这边除了助于我们今天的活动 大会顺利延板成功 凤林镇公所近几年都经常举办软式网球邀请赛 从去年的国际赛至现在的全国青年杯软式网球赛 以体育赛事吸引游客以及选手来到凤林镇 不只能够促进当地的体育风潮 还能够拉抬观光经济 可以说是为凤林镇带来相当多的国际能监督 据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 所以只能害得对凤林镇地 就能减退 锁高 带一下